而海巡署东部分署第1、2岸巡队南兵守望哨 执行人员在3号下午发现了在花莲西口北岸 有民众运用了乡行车违法检石以及载运漂流木 而经过称重后证物室重量约有440公斤 相关的试案人员由司法小队来带回实施证讯 3号下午南兵守望哨所执行海面案记征搜 请勿时发现花莲西口北岸有一辆行迹可疑的白色乡行车 疑似有民众非法检石漂流木 立即通报司法小队前往现场查气 当场查获非法检石木头一批以及嫌犯两名 花莲西口北岸有民众运用乡行车违法检石及载运漂流木 经称重后约440公斤 该两名民众及证物后续由本队带回实施证讯笔录制作 并依刑法第337条侵占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这边提醒各位民众在案记漂目为国有财产 除了地方政府公告检石的时间及区域还有条件外 未经许可不得任意检石 所以说请各位民众切勿以身释法 随即通报林伍局华联领馆处南华工作站以及保安警察DT总队 第九大队华联分队到现场协助 经领馆处南华工作站确认 已经违反刑法337条侵占罪 漂流木称重后纪有440公斤 在天然灾害过后 我们会跟县府这边先把有标售价值的部分 先把它做一个注记 那注记原则上我们会尽量会在一个月内完成 那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会跟县府这边来进行一个公告 公告之后呢 在公告的这一个月的期间之内 民众就可以来检石漂流木 那依照现在的规定的话 民众在检石漂流木的话 如果它检石到的是 上面没有我们注记的编号的漂流木 它依照现在的规定 它是可以直接把这个漂流木带回去 那如果它是贵重木的部分 它有一些规定 这个部分还要在我们这边做一个注记 那如果它检到的是已经有注记的漂流木的话 那这个部分依照规定 它必须要缴回给我们 那我们会依照之后标售之后的这个金额 会把十分之一的金额回馈给民众 案巡队表示 案继漂流木为国有财产 除了地方政府公告开放检石区域 时间及条件之外 未经许可不得任意检石 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释法 记者林杰 杰安湘采访报道 则您会把红枉带给摄线杀 好